中式新闻之前为您独家踢爆 云林县议员林朝宝违法在禁止吸烟的咖啡厅里头抽烟 甚至还推打欧商前来制止的女警 事情爆发之后林朝宝除了被民进党停权 还被依妨碍公务罪起诉 事隔半个月这名最嚣张的议员终于出面道歉 如此嚣张的气焰还记得他是谁吗 他就是全台湾最嚣张的议员林朝宝 在3月20号中式新闻独家为您披露 林朝宝违法在禁止吸烟的咖啡店里抽烟 还推打女警 过了半个月林朝宝终于出面道歉 真的非常理想 我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竟然有这样的行为跟动作 我的酒后失态跟失言 真的跟所有的大众说抱歉 你用气你知道吗 你用气 前后态度差很大 当初是一位小白的议员 现在除了被民进党停权 还被以妨碍公务罪起诉 虽然现在看起来确实充满了悔意 但当初 跟当时推打女警甚至呛下的恶劣行径相比 难道简单的主公斗欠 这样就够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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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